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学校好 欢迎再回到无私日文的 如何快速学会日文的分享系列 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有关日文的文言文 由于一般白话文都已经学不会了 所以呢 现在越来越少的这个 一般的日文教学机构在教文言文 但是由于我们以后真正看日本的小说的时候必然 真正看日本的正式的书籍的时候一定会遇到文言文 毕竟文言文坑腔有力 简洁二料 就好像我们在汉文里面也一样 我们还是有呢 这个存在很多的文言文 比方说难道不是 莫非 那像这一类的呢 文言文还是流传在这个现代的白话文里面 那日文也一样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学友学完这个文言文的他的心得 他的感想 同样的呢 要知道学友的心得分享呢 我们就进入我们首页 然后到这个分享系列这里呢 各位选择这个罗列士 那选择罗列士之后呢 就有办法怎样呢 输入相关的字 比方说这里我刚已经输好了 遗书两个字 那或者文言文都可以啦 那我们查询一下 那就会看到呢 关于呢 这个 这个文言文遗书的 因为这个遗书里面刚好是文言文的文章的关系 那这个是二次大战前 二次大战中的这个时候 那时候日文里面还用了相当多的文言文 那越来白话文越来越普及 可是现在呢 文言文还是一样流传在现代的白话文里面 所以我们学完这个白话文的文法之后呢 我们还是需要学会文言文的文法 这样才有办法真正去看日本大专用书啦 或者呢真正的日本的书籍 甚至呢 这个企业里面都会有涉及到 这个真正要学好日文 一定要这样子 那无师日文的学友呢 因为白话文已经确实学会了 所以呢 很快的就可以学会文言文 那如果真的真的呢 想要呢 从事这个文言文的研究呢 就以后就直接买 日本的这个文言文的教科书 直接来 直接来看就可以了 那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很多为学友的学文言文的心得 比方说呢 我们来看这一位 这一位是33岁的一位麻醉医师 麻醉科的医师 那么他上课19天呢 累计听课了63小时 这样算起来一天大概三个多小 19天嘛 三个多小时啊 三个半小时左右 那就已经从白话文进展到文言文了 OK 那他说呢 利用周末上完塑成公事 那阅读过程顺很多啦 不查字典 大概可以看懂八成 那这篇他觉得怎样呢 遗憾 惋惜 不舍 看到战争的残酷 也看到人生光明面 那是个 他个人认为是个很棒的一个 生命教育的一个绝佳教材 他也他也想到 如果不是加入无师日文 不晓得什么时候 才会看到这样的文章 确实是这样子的 那 那比方说像这一位 这位也是一样 那 他觉得呢 遗书的每一个字很催泪 简洁有力的文言文 或者这一位 他一样 44岁 参加第26天 那他已经无法自信呢 自己已经可以开始阅读日文的文言文了 他刚才听完第一篇 所以就50小时 那上面这一位刚才是63小时 因为他已经把后面的课程也听完的关系 那他觉得 你看这个字字句句都让人家感动不已 还有在这里 也一样 那 上遗书呢 上到中间的时候已经泪流满面了 我们很少说听一个课程听到会掉眼泪的 但无师日文的这个文言文的课程 经常是有这个能耐 像这一位也是一样 18岁大一 他是国立大学的国会生 这位学生我们 我们这一学我们有印象 好像是联考前几名的 所以呢 进入了国立大学 然后是四年免学会的这种高材生 一样 或者这里 这一位31岁台中技术学院的学友也一样 上到遗书的部分竟然会听到掉眼泪 OK 那 那或者这一位 22岁的政治大学中文系的 他在讲 从这文章看出来 知道这些人总是谦虚而委婉 知足跟感恩 那能够欣赏到这么一篇文涼优美 情感真挚而畅达的文言文 对于本科系的文学 他学中文嘛 对不对 他认为怎样呢 此生有幸 OK 好 那我们的实际来看一下 这一位 因为 这一位麻醉科医师的学友 他19天学到这个课的感想 那 同样的 我们都请学友 记录下自己在学日文的这个学习记录 宛如在航海 请各位留一个航海的 这个航海记录 那这位学友呢 他因为刚好 因为医师本来是很忙的 他刚好呢 前几天有 春节的休假 有五天嘛 那他利用五天呢 把这个时间 把他人家冲上来了 他说呢 这个 事实上他也 就一般上班族而言 不算慢了 19天上到 63小时的课 但是 如果说 因为很容易吸收的关系 如果有时间的话 应该很快可以学完 那 那事实上他参加19天嘛 可以看懂这个 文言文 那事实上我们也 虽然说才19天啦 但是我们已经 可以预估这位学友 这位 CJHE 他一定会合格 90天后的这个N2 OK 那按照 这位 医师学友的计划呢 应该到时候呢 考试之前 可以听到360小时 那这样我们估算 应该至少会120分以上 我们届时 再来看一看 就知道了 那他 看一下 目前为止 他表格的熟练度 大概99 上下段99 五段99 未来 大概就是 几乎上 表格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等于文化的结构 已经很清楚了 那 有 有实际在 动手绘制这个表格 这个很重要 往往我们会认为自己会了 但是呢 实际下去才知道自己不会 这个 跟我们游泳一样 在岸边看游泳 觉得我会有 挑下去才知道会不会 或者我们学 业气也一样 觉得说我应该会吹的 实际按了才知道自己会不会 这个表格也一样 自己觉得会了 不算 建议各位呢 实际动手绘制 那 想出各个独立表格 大概会 几秒钟 这个我们请各位写一下 秒数越快的话呢 各位在解析之 我们会自然反应会越来越快 那目前他的这种 各个记号的熟练度 这里我们有 几个记号熟练度 大概都已经 九成以上没有问题了 那另外呢 各注词之各用法 这个比较细腻的东西 一个注词 比方说 他有六个用法 或者你呢 他呢 可能有算到17 也有分裂到21个用法 那这用法的熟练度呢 大概已经到达这个情况了 那 其实呢 我们只要看这样 就已经可以恭喜说 日文这个应该是呢 我们这一位CJH 一师学友 他这一生的良扮了 OK 不管到哪边去 他都有办法 精准看懂日文的 那么我们请各位 把整个记录留下来 那平常的对业练有兴趣 也许像看日本的文学作品 和商业书 那大学时代修过日文 但是上到动词之后 对日文的学习就不得了之了 传统教学确实让很多学习者 很难以快速的理解 日文的动词变化 但是呢 只要跟我们无视日文学友一样的 了解日文的设计原理 我们很快的 就可以学会日文的动词变化 甚至连一个逗点 我们如果去看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逗点 比方说 我们的教材 我们的教材呢 连一个逗点呢 比方说各位注意看这个逗点 这个逗点颜色 事实上这个是洋红色 这个是橘色 两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 如果各位看教材的话 纸本教材会更清楚 事实上这两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颜色不一样 我们在之前的分享 有分享过过 因为 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英文单字 虽然最后是S 但S并非必然是负数 它可能是负数 可能是呢 前面有个逗点 它变成所有格 可能是第三人生 现在是动词 等于动词的第三人生的 现在是 那或许它单纯的只是个S 那同样的一个逗点在日文里面呢 它事实上呢 也有不同的文法的功能 那这里所有颜色变换的地方呢 逗点也好了 或者文字 我们都请学友呢 请解说出来 为什么这个字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 特别用这个颜色 那请各位去解说出来 因为它是哪一个词性 所以它现在这里呢 是这个我们用这个 哪一个颜色代表哪一个词性 或者像这里 这个逗点前面有个E出现的时候呢 这个逗点前面这个没有什么E出现 如果有E出现的时候 应该翻译成什么样的码 那 我们是连一个逗点都请各位呢 精密的理解 那这样自然就有办法这样 这么快的学会日文的原因在这里 所以呢 但是呢 你看他想他 他后来有自修过 自修的时候 他找到无识日文 他已经发觉自己有相当帮助了 所以就 2015年2016年 自己有考过N4跟N3 那他叫做没有感到喜悦 但是感到心虚 因为考试的过程 只是在技巧靠着关键字 这样子 他为了自我充实 所以他就选择了无识日文 OK 好 那很好玩 他这个把过去的日文书都先封装起来 然后呢 直接就听无识日文的课了 那听一听的话呢 已经到达阅读讲座 他就已经知道了 OK 那 事实上 接下来是可以查字典的 OK 我们会建议 这个可以开始查字典 没有关系了 因为知道怎么查了 那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学习要领 他也三步五十就从头到尾读一次 确认这个航海的方向呢 跟这个航速正确 OK 那如果下班精神比较差 他就把上课的速度呢 解说的速度调到1.2到1.5倍 那这样强迫自己专心的作用 OK 确实 调快讲师的这个速度啊 有助于呢 提高这个记忆力 人类的大脑真的是很有趣哦 然后呢 因为工作因素 他没有办法归天 每天归例的上课 所以大部分 利用上班后的时间一直上啦 那上班时间找空档 对啦 呼吸表格或者写表格 这个三五分钟就可以了啦 OK 那利用这种方式哦 事实上有这种读书方式的学 是一定就是日文一定会学得会的 再搭配五十日文的话 是一定可以学得会的 OK 那一开始呢 他利用周末呢 上完速成公式 大概24小时的课啦 我们很建议学友 如果有机会的话 礼拜五就闭关 手机就把它关静音了啦 OK 那就开始听课 想办法在礼拜一之前 礼拜晚上开始 到礼拜一的白天之前呢 把24小时的课 一个周末把它听完 听完之后呢 就会跟这位学友大概一样 试着上日本的新闻网站 发觉呢 阅读过程很顺利很多 不太会有顿顿的感觉 那么视线也不会像以前一样 漫无目的的呢 前后飘来飘去 不晓得要看哪里 他说 而是怎样 有意识的寻找下一个 可以停顿的地方 诶 有点节奏感 这个事实上 这个是重点 停顿的地方 就是断句的地方 那 传统教学 各位如果看 这个传统教学 我们再回来刚才看这个好了 传统教学有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不晓得怎么断句 所以传统教学的课本 我们看一下 这里 这也没有吗 看一下 这也刚好没有用到 传统教学的课本很多 常常怎样呢 他会故意空一格 但是如果遇到这种文章 连一个空格都没有的话 传统教学的学习者就投降了 因为 四个诺掌在一起 三个诺掌在一起 到底这个文章的方向 到底要从哪个方向看 由上而下 还是由左而右 还是由右而左 OK 那左上到右下 还是这个右上到左下 很多种可能 那 无私人学有的话 很快的利用这个解码的技术 很快的就可以 就可以知道说 从哪边该断句了 断句是个很重要的功力 能够断句就有办法看长文 因为长文就是很多句子所组成的 整本书也一样 可以靠断句把它断完 那 他说我们这个课程呢 由这种以知 带入未知的教学方式 非常有助于理解和吸收 这个课我们很少请各位就直接这样背 我们都请各位去分析 为什么这个会这样子 那有没有什么证据 证明我们的推理是正确的 那实际上过学友就知道 他说以前他自己也 试图整理过一些表格 那发现没有用 而我们的表格就好记又实用 好像设备取权又舒适的一个套房 还附带带梯 附带有这个电梯 那 胡思文的课本真的有附电梯 各位如果学过就知道说 我们的文化解析课程就是利用电梯原理 在移动来移动去 要去哪一层楼的哪一个房间 你就按下那一层楼的房间 然后呢就知道那个意思 那个造句该怎么造的 那上完注词之后呢 他发觉自己已经有看到这种全貌的安定感 那也觉得语言应该这样学 一般的传统教学都是好像用挤牙膏的方式 挤一点点让你背一点 每次挤一点点让各位背 那这样念起来很累 那 胡思文我们是从大架构开始 那从原理 我们致力在最短的时数之内呢 协助学友了解日文的前茅 那这个宛如就帮各位学友把地基啊 跟这个主要的钢古架构都盖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装外墙或者内部装潢 这个都逐步完成都可以的没有问题 那 昨天呢他听完 讲解之前把最后的遗书呢自己看过 哇这个很厉害 因为这个有文原文 不查字典大概能够看懂八成左右了 那读完觉得这个相当的 我觉得对这个文章哦 不舍很惋惜很遗憾哦 那看到了战争的残酷 也看到人生的光明面了哦 这个相当好的一个生命的教材 那 如果没有加入无私日文哦 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读到这文章哦 事实上我们敢说哦 如果没有加入无私日文 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读到这个文章 眼里很简单 因为 没有学文言文的话 一看到那个书有文言文大概两人就放弃了 因为就发觉自己不可能看懂了 那我们之所以请各位要 为什么要在六十几小时内 就有办法协助各位看到这么难的文章 然后也要让各位看这么难的文章 是因为 因为接下来 各位在真正研习日文的时候 一定会遇到这些文言文 因为这些文言文还大量的留 残留在 日本的现代的白话文里面 所以这个是 不会不行的东西啊 文言文坑腔有力写起来的时候 看起来很过瘾啊 当你发觉这里是一个文言文的表现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学过汉文的文言文嘛 所以呢 我们就更能知道呢 那个字的力道 那个韻味 OK好 那 事实上之前哦 以前叫做日本交流协会 现在叫做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一位 副代表 他曾光临我们这个重新哦 那 他看到我们的教材里面 竟然有这个二次大战日本学生兵啊 因为那时候 打仗打告整个全国都动眼了嘛 所以呢 连这个在大学的 像这个遗书的这一位好像是大学 二三年级就就抓去当兵了 就去当兵了 OK好 那 他看到说 竟然我们还有在教这个遗书内容 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因为像 像这些他们是驻外人员 他们在各国 跑了很多国家嘛 那也看过很多教学机构 还没有看过这个 有一般民间的教学机构 是在教文言文的 OK OK 那我们跟他讲 看到这个还没什么 我们大概60到75小时 就有办法帮这个学生 协助学生看懂 他更是一脸不可思议啊 那事实上没有错嘛 对不对 这位学友63 一般都63啦 63 现在是75 因为中间我们放了一些单字进去 OK 不管怎么样 算75小时也好啦 那75小时的话 还是算很快的时速嘛 OK 好 那 那我们了解说 以这种情形之后之下 各位大概修毙我们的 智慧倍增表现大人 跟智慧高手 总共大概200小时的课程之后呢 各位已经可以很顺利的看这些日文小说了啦 当然如果又有练过这些上述这些课程 这这这这这些三本 三个系列 这三个系列我看 这里是45万字加53万字加85 将近两百万字 一百六十几万 将近两百万字的字啊 这这些课程的听力如果训练的话 看这个小说更快 比方说像 一个实力 具备N2实力的的时候 已经可以自己这样的自由造句 那大概一般的日常会话 可以听懂差不多七八成 那个时候就去日本跑一趟 那利用連連价航空的话 大概三十三小时内 就可以往返台湾跟东京的 那去日本的松鼓书店 去买个一百本的榜 那个文库版本回来 这个不是 不是想念 但是可以想乐啦 那 这个书 这个这个书店 因為我個人很佩服 日本有一個叫Book Off的中古書店 他把中古書整理的跟新書一樣 用很低的價格在提供 那現在我們在錄製這個時候 他大概一本台100塊日幣 100塊日幣 運回來的會用大概是200塊日幣 每一本分擔下來的話 所以運會比這個書籍會更貴 那如果各位搭聯航過去的話 就拿個100本回來吧 OK,那這個對自己的日文 或者對日本的了解會有很大的幫助 OK,那他預計今天就可以上完閱讀講座了 那這個,我們也謝謝這位學友 因為重點還是要靠學友的善用 不管我們的課程多麼樣的有效 各位學友如果沒有依照我們的學習的要領建議的話 沒有善用它的話,這個功效是發揮不出來的 所以我們謝謝這一位醫師學友的分享 OK,好 那 各位到我們的分享系列 跟剛才示範的一樣 輸入遺書啦,輸入文言文啦 或者你想要知道會話就輸入會話 想要知道單字什麼時候該背就輸入單字 反正就輸入了各位關心的關鍵字之後 就會出現這些過去的學友所留下來的 點點滴滴的這些心得 OK,好 那麼 有關呢 這個文言文的方面呢 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那如果呢 各位有什麼學習上的問題呢 請盡量如同這位醫師學友 把整個呢 這個 一開始大概怎麼樣學日文的 這個每次都請把它附過來 這樣我們會很省事 不用就是 到處去查葉 把它拼湊出來整個 過去各位學習的這個概冒 我們一次就看懂 那這樣會很快的呢 就可以提供各位最適切的呢 這個學習的建議 OK 那有關呢 日文的文言文呢 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謝謝 再見 加油